各位维心圣教 维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事 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残劫 赵魏的基凶与祸福 赵魏所管的 是百事 都要管 若是赵魏错了 百事不顺 若是赵魏对了 一家和学会平安 尤其小孩子的光明 更加的重要 不可忽略 所以赵魏是管平光明的 位置错误 光明暗淡 我印证了很多 赵魏摆在措手上 花分池上 这个孩子全土 头脑就不清醒 这个家族户 头脑也不清醒 而赵魏上面被梁压住 赵魏上面被梁压住 赵魏天心 也是头脑不清醒 头脑不清醒 当然光明就有问题了 当然光明就有问题了 赵魏 正面冲的 壁刀 正面冲壁刀 尤其中 也是一样 前途也是茫茫然 因为赵魏正从壁刀 犹如 赵魏是这样 这里有墙 这是刀子 冲来 冲胸口 冲心脏 心脏就影响到脑 所以这个百病都来了 赵魏冲 如果是赵魏旁边 无人是这样来 无人冲赵魏 也不平安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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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虎边 虎边来冲 就是女人不平安 女孩子比较不平安 正冲 更冲 来的时候 那个家族人 心脏无力 女主人心脏无力 百病都来 这个例子我看了很多 所以赵魏 不是小问题 赵魏是管一家的平安和光明和健康 所以 赵神啊 你表面看了没有赵神 事实上赵神实实在我们家 那么为什么 你说赵神怎么不慈悲 不保佑 因为你环境错了 赵神本来就是保佑我们的 你风水错了 那你自然 受到风水的 伤害影响和束缚 所以有时候 神也保佑不了啊 俗话说 神仙难救 无病人 神仙难救 无命惊 所以风水学术非常重要 各位 不可不注意啊 大家 小心 小心